因为快到亲人节了 有人问我能不能介绍一下 怎么自己做巧克力 所以我今天要教你做 自己的Valentine's Chocolate 这次分两段 巧克力和上面可以加的糖霜 做巧克力要准备 四伏机杯叶子油 四分之一杯可可粉和一大勺蜂蜜 做糖霜要一杯半的糖粉 一个蛋清和一小勺柠檬汁 如果要用模子 可以先用硬板纸和铝箔 熬一个形状 做巧克力先在一个奶油玻璃碗 或者杯子里放椰子油 在一个平地锅里放两公分深的水 开最小火 然后把碗放盘子中心 让油慢慢融化 温度必须保持长纹状态 不然会杀死里面的油威菌 下面在一个碗里放 放可可粉 蜂蜜和椰子油 搅拌到开始变粘稠 把巧克力浆倒入模子里 另外一个方法 是直接倒在红焙尺上 然后放冰柜冷藏至少半个小时 一边在碗里搅拌糖粉 蛋清和柠檬汁 放一个保鲜袋里 角落剪出一个小洞 接下来把巧克力从模子里拿出来 最后用糖霜 按个人喜欢点上装饰 就可以了 现在你可以准备过个DIY 来清人节了